自6月份以来,P2P平台集中暴雷,很多平台都被立案侦查。 凯雷的投资者不计其数,得知平台出问题之后,投资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报警和报团维权,由于大部分投资者都缺乏专业知识,所以在维权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。 比如目前暴雷的平台中,不妨一些介入银行资金存款的平台,以前这些平台都将银行存款作为大力宣传的一个卖点,投资人也认为平台有银行存款就很安全,于是平台雷了之后,投资人都认为银行没有做好存款职责,所以应该赔钱。 那么,存款银行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平台报雷需要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? 平台接入银行存款的主要目的是,尽量防止平台资荣,建立资金池。 如果没有银行存款,那么投资人的钱,直接进入到平台的账户中,然后由平台再拨款给接款人,这里面平台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大了。 投资人是无法得知钱,是否真的留下了借款人的账户,如果平台资荣,钱用到其他的地方,谁也不会知道。 所以,过去没有资金存款的情况下,平台资荣,建立资金是太容易了。 前几年有的平台接入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存款,也有的接入了第三方支付加银行的双存款模式。 不过后来监管规定,平台必须接入资金存款,并且存款方只能是银行。 接入银行资金存款之后,投资人的钱进入存款银行的账户,然后由平台发号指令,将投资人的钱拨入借款人的账户。 借款人还钱的时候,也是把钱打入到存款银行,由银行将钱拨入到投资人的账户中。 银行在这里面履行的账户就是,保证投资人的钱进入银行当存款账户,不让平台直接碰到投资人的钱。 如果是真正合规的平台,是无法碰到投资人的钱的。 所以,从理论上来看,接入银行资金存款的平台,安全度要高很多。 龙360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7月24日,全国共有858家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上线银行资金存款系统。 占正常运营平台的55.35%,超过一半的平台已经接入了银行资金存款,从数量上看还是挺多的。 当然也仍然有近一半的平台仍未接入。 一般来说,龙360理财分析师是不建议大家投资为接入银行存款的平台的。 接入银行存款的平台不一定安全,但是为接入银行存款的平台是大概率不安全。 但是接入银行存款,就意味着一定安全吗? 显然不是,因为银行管不了平台发假标。 如果银行发的是假标,没有真实的借款人,钱就会流到平台的腰包中。 那有的投资者就要问了,我的合同中,能看到借款人的真实信息,包括姓名,身份证号,借款用途,还款来源等。 你怎么能说这是假标呢? 那你就太单纯了,没错,姓名,身份证号都是真的。 而且背后还有一张真实的银行卡,但想要买到这些信息太容易了。 有一些不法分子,常年都收身份信息。 此外,对于一些大额的借款,企业最多可以在一个平台借一百万元。 背后的企业有可能是关联企业,而且注册一个空格公司,去借款也非常容易。 总之,平台作假很容易,而这一点银行是无法得知的。 有的投资者还有这样的疑问,为什么我的存款账户中显示,借流向了某地区某银行账户,不是流到借款人的账户中呢? 实际情况中,所有接入银行存款的P2P平台,投资人在存款账户中,是无法看到借款人的账户信息的。 但如果平台立案了,警报是很容易查到具体资金流向的账号的。 平台宝雷,存款银行,要不要赔钱? 上面也说了,银行只负责在投资人和借款人之间拨款,保证平台不直接碰到钱, 但是无法识别并制止银行发假标。 所以,平台暴雷了,不代表银行失职。 更别说赔钱了。 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,除非证明平台和银行之间互相勾结,部分账款或集资款进入了银行的腰包,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。 当然,平台暴雷,存款银行并非一点损失没有, 毕竟银行受到了很大损害,有银行已经开始逃离P2P。 贵州银行,上海银行及上海华瑞银行都宣布退出网贷资金存款业务。 虽然银行能从P2P平台那里收取较高的存款费用, 但是存款系统开发成本同样很高,且不一定能通过测评。 一旦平台暴雷,银行收取的管理费,无法覆盖由此带来的名誉损失。 所以,预计未来会有更多银行,会退出网贷存款业务。 而开展这一介物的门槛也会越来越高, 银行因加强对网贷平台的实时监控和预警。 比如平台上有同一个借款人独自反复借款,造假的几率就很高。 这种情况投资人很难得知,毕竟不会一个个去罢各个标的的借款人信息, 但是银行是可以获取这一信息的,一旦有这种情况就需要发出预警。 最后,龙360理财分析师,还想提醒采雷的投资者要理性维权, 分清各个角色的职责,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才能少走弯路。 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cn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